消防車擋風玻璃爆裂 九巴右邊車尾損毀 現場在青山公路近大窩口體育館對開路段 星期六中五大約兩點 攝氏的消防車正前往荃灣處理一宗火警 著著緊急燈在青山公路沿快線行駛的時候 期間九巴埋站之後駛出 消防車收仔不及撞上去九巴右邊車尾 巴士上司機及九名乘客受傷 由隔護車送院治理 因應交通意外 運輸處宣佈青山公路攜沖斷網屯門方向 近大窩口港鐵站部分行車線然已封閉